男子胸痛两年没重视 差点被体内定时炸弹夺命 感到胸痛胸闷 很多人可能会立即去医院就诊了 但年近60的刘先生 没太重视 一拖就是两年时间 令他没想到的是 身体内有颗相当于炸弹的刘 越来越大 犹如鼓起的气球 随时可能爆炸 让见过大场面的医生都惊呆了 刘先生患高血压多年 从事拉货工作 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 需要拉很多趟重达800多斤的货物 没想到手术当天 刘先生又出状况 医生刚把他推到手术台门口 他心脏突然骤停 医护团队在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同时 还给他建立了体外循环 在一片血红中 医生艰难找到血管破裂口指血 并实施手术 刘先生表示 感谢医生医术高明 把我死里逃生 救出来了 他已经在抢救 而且已经是血管破裂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给他做手术 术后病人恢复得非常好 病情也得到了救治 并且有意识 生活自理 所有一切和正常人一样 主动脉瘤的杀伤力 丝毫不逊恶性肿瘤 甚至发病更快更狠 如果没有及时救治 患者24小时内的生存率 小于50% 若是位于胸腹的主动脉瘤阔裂 则有88%的患者 送达医院后两小时内死亡 自然病程5年的存活率 仅19.6% 郑医生说 主动脉瘤或主动脉加层 一般常见于高血压的病人 同时生活不规律 容易劳累 还有就是先天性的 比如马凡宗活征等等